Hello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邱欣雅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骷勒老师教我的自信 不管是什么职业 自信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用在乎别人的话 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 我觉得旺欣老师 他的教学方式很有趣 也没有很死板很无聊 因为这个课程让我更敢上台 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会害怕 我们在第五天 进入到了摄影棚 印象非常深刻 是因为里面有很多主播记者 在报新闻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报新闻 觉得非常稀奇 欢迎你们来报名TVBS 自信表达主播营 Yeah